再去给这个橡皮树进行二次打顶 上次给它打完顶之后 它旁边的那个侧芽又长得很高了 底下的营养都被它给吸掉了 底下的都长不出来咯 那就是这一棵很固执的橡皮树 大家看到没 这就是上次打了顶的地方 然后旁边这一个芽又长得那么粗壮 底下的这一个小芽 大家看到没 这个芽它就长不出来了 因为它有这个顶端优势 所以长得太高了 那么它也长得太茂盛了 这就失去了这个打顶的意义了 我打顶就是想让它多长几个侧芽出来 然后上面的话就会更好看 所以如果你打完顶跟我这种情况一样的话 那么还要进行二次打顶 不能让它一枝独秀 现在就来 给这个橡皮树打顶要准备好两样东西 一个是剪刀 一个就是这个草木灰 因为剪完之后的话它会留很多这个枝叶 就要给它涂一点这个草木灰 这样的话又可以防止这个伤口橄榄 又可以减少这个枝叶流出 这个枝叶可都是营养啊 就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给它剪下来 这个底下到时候这个芽就可以长得出来 咔咔一剪刀 咔 这个枝叶 赶紧抹炒木灰 抹完之后它立马就不再留了 这一个的话大家看到没 这个枝叶还一直往下滴 鹿白色的全部都是营养的 那今天的花园生活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